现在我们就看加速度了 我们说有的物体速度会改变 越来越大或者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小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 看这条轴X轴 在T1这个时刻 物体在X1 它的顺时速度是V1 T2时刻呢 它的位置在X2 速度是V2 都是向X轴的正方向 好那么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这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X1的时候 T1的时候是V1 T2的时候V2 当中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刻的V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速度跟时间的曲线画出来 就是这条曲线 我们直线是看这个 是位置跟时间 然后这个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定义 平均加速度的定义 是每单位时间速度的改变 是每单位时间速度的改变 一秒钟速度改变是多大 比如说你Delta X是Delta T时间里头在 比如说五秒钟它改变了100公尺 一秒钟改变多少公尺 那当然你这个100被5秒来除了 那这个定义就是Delta T Delta V over Delta T 这个叫做Average Acceleration 那它就是V2减V1 T2减T1 它的大小是这个 方向呢 那就是如果是正的话呢 正的话你要注意哦 如果这个物体都是往这个方向移动 越来越快 那这个减这个是越来越大 对不对 越来越大 如果这个速度原来是这个速度 我们看 假如这个是在负的在这里 V2在这一边 那它是负V2减负V1 最后的值呢 如果越来绝对值越来越大 它就是负的 它就是负的 那就是说 如果正的话呢 就是它是朝 X轴的正方向加速 负的话就是朝 X轴的负方向加速 这个 Delta V over Delta T 那就是这条旋的斜率 就是就是在T1跟T2 这有两个点 就T1跟V1 这个交集的这个点 叫P1 T2跟V2交集的点 叫V2 叫P2 这连成一条旋 这条旋的斜率呢 就是Average Acceleration 你还是要注意它是 哪两个时刻之间的 时间长 时间的 这两 哪两个时刻之间的 这个平均加速度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顺时加速度 顺时加速度呢 就是把平均加速度 这个时间 把它缩短 无限的缩短 让时间无限的 趋近于零 那Delta V呢 V2也无限的 接近于V1 那就是Delta V 也无限的 接近于零 你看当这一点 无限接近于这个 T2也无限 接近于它的话 那这条旋 就慢慢慢慢 朝这边靠近 就变成这条斜率 就是这一点的斜率 所以 DV over DT呢 DV over DT 就是V 跟T 所画出来的曲线 上面 任意一点的斜率 斜率 OK 那这个又叫做 速度的 时间变化率 又叫做 速度的 时间变化率 好 那就是 顺时加速度 就是V跟T 的曲线上面 P点的 切线的斜率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刚刚的定义 是这样子 加速度 是速度的 时间变化率 那么速度呢 我们可以把 DV D over DT 写出来 括弧里头是V V呢 就是DX over DT 那这个在维基分来讲呢 维基分来 就可以写成D平方X 再写DT平方 那这个DX over DT 就是X对时间的 第一次导函数 这个呢 我们称为X对T的 二次导函数 二次导函数 所以A 如果你知道 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第一次导函数 叫做 第一次导函数 叫做速度 X对T的 二次导函数 就称它叫做 加速度 加速度 就是顺时 加速度 好 那么有时候啊 我们速度啊 不见得是T的函数 就是说我们只知道 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只知道这个关系 我们不知道 它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好 这个时候 它有没有加速度呢 还是有加速度啊 那这个加速度 要怎么算呢 好 我们从它的定义来讲 它的定义呢 就是DT DV over DT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维基分里面就可以写成 DV over DX 再乘DX over DT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这两个DX 可以约掉 就变成DV over DT 对不对 不过你不要照我这个话讲 我们讲物理了 讲的比较容易懂 维基分里头有它的定义在 好 那么DX over DT 就是V 乘上DV over DX 所以A呢 如果速度是位置的函数的话 它的加速度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 这个很常用 非常的常用 好 在直线运动里面 这特别强调 位移速度跟加速度的方向 都可以用正负号来表示 都可以用这个正负号表示 当某一个物体的加速度非常大的时候 比如说火箭 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一般物体从空中自由落下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叫做G G就是9.8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有时候火箭的加速度很快 要不然它冲不出去 不能脱离地球的这个引力 所以它的加速度 都比我们这个G大好几倍 大一倍就是两个G值 大三倍就叫做三个G值 你驾驶这个战斗机 噴射战斗机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 有时候它加速的时候 比如说它起飞的时候 它的G值很大 一个G就是9.8 两个G就是两倍的 就等于19.6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我们现在也再看一个例题 一个值点在X轴上运动 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函数是这个 位置跟时间的函数 X以公尺来表示 T以秒为单位 求值点在任意时刻的速度 这是顺时速度 跟加速度 T在什么值的时候 速度等于0 描述 T大于0 等于0的时候 值点在运动状况 我们要看这个 首先我们看 A 顺时速度 你就按照这个定义 DX over DT 你就把这个对时间为分 这个为分就是负27 这个为分就是3T平方 任意时刻的 加速度的定义是DV over DT 你再把这个对时间为分 这个为分就是0了 这个就是6T 单位不一样 以后你们做题目要千万注意 单位一定要写出来 单位要写出来 速度是多大 比如说6 每秒6公尺 你就这个每秒公尺要写出来 你不能只写一个6 好我们现在看 什么时刻 速度等于0 那我们看这个 这是速度啊 这个是速度啊 好我们令它等于0 你就可以解出来 T呢 是等于正负3秒 就是你计时前 跟计时后 这个正负这个时候 不是方向 就是说我计时 什么时候开始计时 计时前三秒 跟计时后三秒 这个计时后三秒 这个是计时前三秒 负号是代表前三秒 在计时开始 我这个写错了 那个后三秒 如果要这个先的话 就是这个后 后三秒 负号是代表前三秒 速度为零 这个写其实也没错了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 前是指负号 正是指 后是指正三秒 OK 好现在我们看 它的运动状况 运动状况 我们先看这个 t等于零的时候 计时起 计时开始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四米 这负27m per second 位置是在 开始计时的时候 它是在四公尺的地方 正四公尺的地方 好 所以计时开始的瞬间呢 就是t等于零的时候 这就是说明这个 指点在原点之正方向 四米处 以27公尺每秒的速度 向负方向行进 所以以后你们做题目 像这个 你把这个写出来以后 你要把话说出来 要把话用话语 把它说出来 所以以后你们做习题 不能只有这个数学符号 你说要写字 要写字 你要一定要用完整的句子 不要写那个 人家看不懂的 意思就是说 你有这个结果 数学式子 你要用 它的物理意义 你要用文字 把它表示出来 OK 好 我们再看 这是t等于零的时候 好 计时开始三秒以后 速度跟位置分别 你就把这个 速度 用三秒把它算出来 位置 位置有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你算出来是这个 好 你现在怎么讲 就是说 计时 三秒 计时后三秒钟的瞬间 指点在哪里呢 在原点的 左方五十公尺的地方 速度是为零 OK 好 那么在零跟三秒之间 那它到底是怎么运动法呢 怎么运动法 那我们看 零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 四秒 四米的地方 t等于 三秒的时候 它跑到负五十米了 左方五十米 所以它是往哪一个方向运动啊 往x的 负方向运动 对不对 往x的负方向 行进 以上的分析得知 在t 大于零 小于三秒的期间 指点从x等于四米的地方 向负方向行进到 这个地方去 好 那么 大于三秒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看 大于三秒的时候 那你就 我们看 这里都没有算 我们把那个速度跟时间 这个用三秒来带 三秒 339 3927 加一个负27 就是零 所以我们知道 速度从零 t等于零的时候 速度是 速度三秒 速度等于三秒的时候 是零 对不对 三秒的时候零 然后你看 三秒的时候是零 那么V呢 当它大于三秒的时候 大于三秒的时候 这个如果 这个三秒正好是零了 如果是大于三秒 这个不就正值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一个正值嘛 所以说V呢 就是从零开始 增加 变成正值 就是说它的速度啊 是越来越快 所以在T大于三秒以后 V转变为正值 也就是说 指点向正方向行进 三秒 本来它是 本来是向负方向行进 负方向行进 然后大于三秒以后呢 就开始往正方向行进 好 现在我们就要反过来 上面我们所讲的就是 你知道 X跟T的关系 或者是速度跟 位置的关系 你可以 我们先讲这个好了 你知道物体的位置 跟时间的关系 DX over DT呢 就是X对时间 做一次导函数 就是速度 做两次导函数 就是加速度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我知道加速度 我怎么求速度 怎么求位置 这就是以下要介绍的 好 我们由加速度的定义 A等于DV over DT 好 我们等式这两边 都乘DT OK 这边乘DT 就是变成DV 对不对 这个乘DT就是ADT 然后两边积分 积分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V了 就是V 这个积分呢 如果这个用 你用不定积分的话 当然积出来以后 要加一个C1 加一个常数了 就是说你这个要积出来 积出来以后呢 加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C1呢 是常数 那常数呢 怎么决定呢 由起初状态决定 就是说 就是说 它的时间 等于零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它的位置是多少 这个叫做 起初状态 速度 我们知道V要求X 那么就这两边呢 V的定义是这个 两边都乘DT 然后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X 这边积分呢 要看V是等于什么来积分 积分出来以后啊 要加一个常数 这是叫做积分常数 本来是积分后才加的 但我们现在要强调 它有这么一个常数啊 我就先把它写出来 那么C2呢 要由起初状态来决定 好 当速度是位置函数的时候 就是V是X的函数的时候 那么A是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两边都乘DX 然后这就变成VDV积分 A乘DX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二分之一的V平方 我们把二分之一乘到这边来 这个积分要 当你知道A是什么函数的时候 才能够积 那么我们积出来以后呢 有一个积分常数叫C3 那我现在先把它写出来 强调说有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啊 也要由起初状态来决定 等加速运动 好 现在我们去看一个 运动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 叫等加速运动 若一个值点做等加速运动 就是A等于定值 叫做等加速运动 它不随时间改变 也不随位置改变 这个叫等加速运动 好 如果它起初状态 T等于0的时刻 它的位置是X0 速度是V0 那么任意时刻的V速度 跟位置的 或者任意位置的V呢 我们可以有以下的方法计算出来 方法一我们用不定积分计算 等加速 A等于定值 然后有定义 你看又是有定义 两端各层DT 然后这个积分 这就是这个积分 因为A是定值 它跟时间没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从积分号里头提出来 然后A就是A DT呢 积分号跟微分号碰在一起 就是可以 好像可以拿掉一样 就变成T了 AT加C1 C1呢 起初状态 要有起初状态的决定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V等于V0 我们带到这里去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是V0 那C1就等于V0 对不对 好 再把这C1带回去 我们就等于VT 是等于V0 加AT 好 那么我们知道速度要求位置 也是一样 两端都乘DT 然后V 我们刚刚上面求出来了 是V0加AT 好 V0乘DT 积分 因为V0它是一个常数 V0是常数 可以从积分号里头提出来 所以就是DT的积分就是T 然后AT A可以提出来 TDT的积分呢 就是二分之一T平方 然后积出来以后 加一个常数 C2 这个常数呢 由起初状态决定 起初状态就是 T等于0的时候 X等于X0 X等于X0 你把X0 你把X0带进去 X0 T等于0 这个就没有了 这也没有了 所以C2就等于X0 那你再把这个 再带回去呢 再带到这里 好 我们就得 XT等于X0 加V0T 加二分之一 AT平方 这个狮子各位都很熟啊 对不对 刚刚那个狮子也很熟啊 这个大概 看到这个好像看到老朋友一样 从国中就陪我们玩到现在 青梅竹马的朋友 应该很熟悉 如果你知道 速度是位置的函数的话呢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 两边都乘DX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 二分之一 V平方 这个A可以提出来 就是X加C1 好 把起初状态带进去 T等于0 X0 X等于X0 V等于V0 所以C3 就等于二分之一V0 减掉AX0 再把这个带回去 带回去 就等于V平方 等于V0平方 加二A VX加C1 这是不是老朋友啊 我们用这个定积分来做 定积分 又是一样 我们两边都乘DT 然后积分呢 这个积分就是 V 然后V到V0 这个积分呢 A提出来 T呢 从0到T 这个V0 就是这个就是 T等于0的时候 V等于V0 T等于T的时候 任意时刻的时候 V等于V 然后你现在再怎么做呢 就是V先带进来 这叫上线带进来 减掉下线带进来 V减V0 减掉T 先带进来 AT 0带进来 就是0 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整理以后呢 就得VT 等于V0 加AT 老朋友 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它 两边都乘DT以后 再积分 这个 V呢 我们这里求出来 你用这个带进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你们后面看得见 看不见 最后面 可以哦 不会太小 好 那么 这个 你把这个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T带进来 0带进来 就是0了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得 XT 要等于X0 拿过来 V0 T加1分之1 AT平方 这个 都是 以前都学过的 这个式子 两边都乘DX 然后呢 积分 这个是2分之V平方 下限 上限 这个A提出来 就变成AX 下限 上限 然后把上限带进来 减掉下限带进来 上限带进来 减掉下限带进来 然后整理以后 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结果 跟不定积分 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样的 好 我要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等加速运动 我想你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在 在 国中 就学过了 对不对 那现在要更特别注意 现在不是因为 你会 你不会 是因为你太熟了 有时候会出错 因为我们现在的题目很多 它都不是等加速运动的 不是等加速运动 是一种变加速运动 如果是变加速运动的话 你就不能用等加速的去做 错就错在这里 你们等加速运动 这公式记得太熟了 当你在做变加速运动的时候 你还是按照等加速的公式来做 错就错在这里 所以以后 要特别注意 你要运用等加速运动 来做题目的时候 要用等加速运动的公式 来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先确定 这个物体的加速度是定值 才可以用 如果它不是定值 就不可以用 所以你要用等加速运动公式 一定要先做一个检测的公式 检测的这个步骤 等加速 它的加速是不是等加速 以后我题目里头会有示范 如果你不这么写 往往会错 自由落体 什么叫自由落体 就是在地表附近 不是太高的时候 那物体呢 受地球 单单只受地球的引力 比如说你把球 从楼顶上 一丢 丢下来了 离开手了 这个时候它只受到地球的重力 我们空气不算 就慢慢呼呼的就忽略了 或者你把球往上丢的时候 一离开手 这个球只受到地球的引力 这个时候 这个球 它的运动 就是自由落体的运动 因为它仅仅只受到地球的引力 自由落体加速度 叫Free-Fall Acceleration 我们发现空气阻力不算 即使算的话 误差也是很小 那么一个物体 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是一个定值 9.8每秒每秒公尺 或者是每秒每秒32英尺 你们高中有没有学过英尺做单位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那你们现在要 要学一学 要学一学 以前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英尺 现在当然 因为我们国家规定是用公尺 现在大概都改过来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题目用英尺 那你们回去啊 你要把你们英文课本 一开始那里有写单位 单位 你要把那个地方看一看 那个地方看一看 加速度 大小是这个 方向都是指向地心 永远指向地心 OK 定积分所显示的物理意义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是为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OK 我们有这个式子 DX 等于VT 这是用定积分 我们前面才讲过的 好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积分 这个是V乘DT 比如说我们速度跟时间的关系曲线 是这一条 是这一条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T1到T2之间的这个时间 我们把它分割成无限多个等份 无限多个等份 这个DT都很小很小 这是TDT很小很小 好 那么从这里到这里的面积呢 我们可以当作是一个一个小面积的总和 这是其中的一个面积 这个面积的大小啊 可以妈妈糊糊的看成 V 这个V乘上ΔT 你看这里 V乘ΔT都有一点点差额啊 但是你如果分成无限小的话呢 这个差额会 小的可以忽略 所以说 这个长条状 长条状的面积就是这个面积 是代表其中的一个 从T1到T2 这个面积加这个面积 加这个面积 加这个面积 全部加起来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这个积分呢 就是Delta X 这个就是Delta X Delta X就是这个 这个呢 我们说这个积分 我们说这个积分 积分其实啊 它就是V I乘上Delta Ti 全部加起来 不过呢 这个DT要变成无限的 趋近于0 因此呢 这个面积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面积就是代表 它走过的位移 就是代表它的位移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函数曲线 T轴 T轴 就是函数曲线 跟T轴之间 从T温到T2 这段时间里面 长条转面积之和 去走面积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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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 当这个 Delta T 无限趋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这个误差 这个 像这个缺口这里 我们就可以 慢慢乎乎的不计 它就等于它的位移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积分号 积分号就是代表 和的意思 V乘DT之和 所以 这个函数曲线 跟T轴之间的面积 V1就是等于 这个指点的位移 指点的位移 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是 加速度的曲线 这个是时间 因为速度跟加速度 有这个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是长条状的面积 全部加起来 等于V2减V1 那就显示 在这个曲线 跟T轴之间 T1跟T2之间的 这个面积 它就是指点 速度的改变 指点速度的改变 好 牛顿运动学 我们前面 讲的这个 就是属于牛顿运动学 牛顿运动学 有几个特点 你要把它记清楚 以后要特别的注意 牛顿运动学的特色 指点运动的三个状态 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 你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状态 T等于0 位置是这个 速度是这个 加速度 一个是起初状态 一个是加速度 再来一个就是末后状态 就是时刻 任何时刻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什么 它的速度是什么 牛顿运动学 就是说 起初状态 加速度跟末后状态 三个 状态之间 你如果 知道 两个状态 比如说 我知道起初状态 也知道 加速度这个状态 是多少 我就可以准确的算出 末后这个状态 或者是说 我随便知道两个状态 我知道 加速度跟末后状态 我可以算出 它起初状态是什么 这就是牛顿力学的特色 我知道两个状态 我可以准确的算出第三个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有所谓的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就是说 你起初的一个识点 它起初状态 那你就不能够完全了解 就是说 它的速度 跟它的位置 你两个不能够十分准确的知道 你知道它位置 准确的知道 它速度你就不知道 速度可以准确的知道 位置你完全不知道 就是说 它不能完全的知道 那么当然你起初的状态都不晓得 你后来的状态 你也不能够准确的知道 它只能够知道一个说 它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哪里 所以知道其中两个状态值 可以准确计算出 第三个状态的值 这就是牛顿力学的特色 因此在牛顿运动学的问题 处理牛顿运动学的问题的时候 要掌握这三个状态 何者为已知 何者为代求的状态 这里就是我刚刚告诉你的 特别要注意 等加速公式 仅仅在加速度为定值下 定值的条件下才能够用 如果加速度 所以你要用等加速运动公式的时候 要确定加速度为定值才能使用 我想我们今天先